過去一段時間這個颱風已經增強為中度颱風 未來颱風會逐漸的朝臺灣東方海面前進 預計禮拜三、禮拜四會影響到我們 對臺灣大部分地方帶來強風以及好雨 它的結構在過去這段時間有逐步的變得比較紮實 因此強度上也變成了一個中度颱風 這個颱風大概在明天會持續的朝北北西北方向前進 逐漸的接近臺灣東南方的近海 緊接著會改踩一個比較偏向於西北的方向 逐漸的朝臺灣東北角的陸地前進 預計在24號、25號將會是這個颱風最接近我們的時候 我們不排除在今天的夜間到明天清晨 就有機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除了颱風接近我們不排除也會在明天下午 可能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我們從路徑圖上面看到 最接近的時間點大概是在24號的下午 一直到25號的上半天 颱風的中心有機會再通過臺灣北部的近海 當然離颱風最接近的包括了 北部跟東北部的陸地影響上是最大的 只是說在各地區它有沒有可能會達到颱風架的標準的話 這個目前還要再等颱風的陸境比較明朗 不確定性降低了之後我們會再做評估 不過目前看起來北部、東北部、馬祖 還有包括中路地區影響上都是非常大 大家午安 今年第三號颱風凱米 目前位在臺灣東南方大概64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過去一段時間這個颱風已經增強為中路颱風 未來颱風會逐漸的朝臺灣東方海面前進 預計禮拜三、禮拜四會影響到我們 對臺灣大部分地方帶來強風以及好雨 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海準備 我們先從衛星雲圖上面來看到目前雲系發展的狀況 可以看到在臺灣附近 今天還是比較晴朗穩定的天氣 氣溫上也比較悶熱 中午過後在山區以及南部地區 有一些午後的對流雲系發展 也帶來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整體還是典型夏季的天氣形態 不過明天就不太一樣了 我們看到臺灣的東南方640公里的位置 這個是今年第三號颱風凱米 它的結構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有逐步的變得比較紮實 因此強度上也變成了一個中度颱風 在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颱風會持續的往北北溪的方向前進 而從未來這一段時間的天氣的預報上面來看的話 我們先從颱風的路徑圖上面來看 這個颱風大概在明天 會持續的朝北北溪的方向前進 逐漸的接近臺灣東南方的近海 緊接著會改踩一個比較偏向於西北的方向 逐漸的朝臺灣東北角的陸地前進 預計在24號、25號將會是這個颱風最接近我們的時候 因此我們預計在颱風的影響底下 在臺灣大部分的地方 都會受到颱風所帶來的強風以及好雨 這部分要提醒大家特別留意 而明天是颱風外環流逐步的在靠近我們的過程 所以從定量降水預報上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圖左邊這張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我們可以看到整體午後熱鬥流降雨結束了之後 大部分的地方天氣是比較好的 不過在颱風面也就是在北部 東北部跟東部這邊開始陸陸續續會有一些短暫震雨出現 剛開始的時候雨勢並不會太大 但是到了明天的白天 隨著颱風外圍環流逐漸的影響 我們預計北部宜蘭跟花蓮這邊的降雨 越晚降雨會越來越明顯 整天都是斷斷續續有短暫震雨的天氣 另外是在中部跟南部 明天暫時還是維持於點心下氣的天氣型態 早上到中午還是比較悶熱 而中午過後在山區還有在比較靠近南部地區 還是容易會有午後熱雨發展起來 因此在天氣上面的話 各地的天氣上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 另外要提醒的是隨著颱風外圍環流逐漸的靠近 在明天白天開始 在台灣的中部以北還有東南部的沿海 也會開始有比較強的陣風出現 浪也會明顯的轉大 接下來會為大家說明了 至於未來受到颱風直接的影響 所以在未來這一段時間 降雨是逐步的在增多的 剛剛有提到了 禮拜二是北部東半部降雨是逐步的增加 沿海的風浪也是明顯的增強的狀況 禮拜三、禮拜四 目前是來看颱風影響 對台灣最大最距的時候 全台灣都可能會有強風好雨出現 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台的準備 依照目前的路徑來看的話 颱風對於中部、北部、宜蘭的影響 還有包括馬祖的影響是最大的 但是其他地方包括南部、澎湖也都會有比較明顯的風雨出現 尤其從雨量的趨勢圖上我們可以看到 幾乎西半部、宜蘭這邊的降雨是非常明顯 西半部的山區在這兩天甚至會有 豪雨等級以上的強降雨發生 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這個颱風預計到26號會進入中國 逐漸北上遠離台灣 不過這一天馬祖因為離颱風還是比較近 所以剛開始風雨還是比較大的 而其他地方受到偏南風帶來比較明顯水氣的影響 中部跟南部還是容易會有局部性的豪雨發生 那一直要到週末之後 整體颱風離台灣更遠 降雨才會有區域緩和的狀態 那另外要提到浪的部分 今天其實在各沿海的浪有稍微增大一些些 尤其是在我們東半部海岸 浪高度有來到1米甚至是1米以上 我們預計隨著颱風逐漸的接近 一直到明天在台灣的各沿海的浪高都有機會來到2米以上 甚至到入夜之後 在東半部的沿海也會有3米左右的浪高出現 所以明天海象是轉區比較惡劣的狀況 提醒大家明天就開始不要前往海邊活動 總之最後提醒大家 明天的話在北部東半部開始受外環流影響 斷斷續續有些降雨 不過在沒有下雨的時候天氣還是比較悶熱的 所以外出多補充水分然後要防曬 午後的話在南部地區還是會有一些局部較大雨是發生的機會 這個颱風它颱風警報的機會非常高 因為禮拜三禮拜四會直接影響到我們 我們不排除在今天的夜間到明天清晨 就有機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隨著颱風接近 我們不排除也會在明天下午可能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要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台的工作 另外這一段時間剛好也是天文大潮 所以沿海務必要留意可能會有海水倒灌的情形 以上是今天下午針對未來天氣的說明 今天已經變成升級成中台了 距離直接影響台灣其實還有一段時間 最靠近台灣的這兩天是不是還有可能再上升 就目前的環境上面來看的話 其實在台灣以東的陽面它海洋條件是非常好 所以我們當然預期在颱風逐漸接近台灣的過程當中 它還是有機會逐漸的逐步的在增強 但是在接近台灣的時候 應該還是以中路颱風的水準通過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只是中心的風力會比現在再更強一些 想請教一下就是它在三次接近到北部落地的時候 越過是日南的現實有接近況才比較高 好我們從路徑圖上面看到 最接近的時間點大概是在24號的下午 一直到25號的上半天 颱風的中心有機會再通過台灣北部的近海 因此從在整個雨量的預估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離颱風最接近的包括了 北部跟東北部的陸地影響上是最大的 但是在中部甚至是南部的話 受到它暴風圈或是外圍環流影響 因為是迎風面 所以降雨也是比較明顯 風雨預計上也會比較明顯的 另外是在25號在颱風接近馬祖的時候 其實帶來的風雨也會相當的大 只是說在各地區它有沒有可能會達到颱風架的標準的話 這個目前還要在等颱風的路徑比較明朗 不確定性降低了之後 我們會再做評估 不過目前看起來北部、東北部、馬祖 還有包括中部地區影響上都是非常大 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海準備 請問這樣子成為西北台的機率是否定 那如果是的話會造成一些影響 西北台的部分的話指的是颱風中心非常接近 臺灣北部的近海來通過 那這個時間點的話它其實會造成 就是颱風外環流會為臺灣北部帶來非常強的西北風 那可能在結合降雨啊 包括海面的潮位可能比較高的狀況 可能會為臺灣的西北部帶來 比較容易有淹水傾向的影響 那從目前的潛式路徑圖來看 當然西北台是目前預報的眾多可能性之一啦 所以我們不排除有這樣子的狀態 那但是其實只要颱風的位置沒有偏離 我們預報的路徑太多的話 其實帶來強勁的西北風影響到 臺灣西北部這邊河川排水的能力等等這些狀況 都是有可能會發生的都是要注意的 臺風在接近臺灣的使用後它的移動速度會比較慢 對我們的影響時間會不會比較長 呃好其實在臺風在通過在北部海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北上的過程當中 從23號到24號就是它大概走這一段距離 那24到25大概是走這一段距離 以距離上來說的話 它在通過臺灣的這段時間其實速度上是略有放慢的狀態 所以它影響的時間的話 就大概是在24號到25號這兩天的整天 那當然大家也可以看到 所以在臺風通過的過程 因為影響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在降雨的部分的話 尤其陰風面也會比較多 累積的雨量也會比較充沛 這是我們要提醒大家的 請問這次臺風預報有使用AI協助嗎 好其實臺風的預報 在形成整個官方預報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參考眾多的材料 包括了電腦的模擬 那這幾年的話當然在AI的技術 也幫助我們有更多的模擬的預報路徑 有更多的資料來做參考 那這幾次的臺風的話 當然我們有拿到這些資料之後 在做出這條官方路徑的過程當中 它也是我們參考資料之一 想要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下午採訪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請說 請問一下 爆風圈最快出入的時間 會在哪些地方 目前來看的話 大概會是在24號的上半天 也就是這個臺風 突然接近東部外海的時候 爆風圈就有可能會接觸到 我們奔島的陸地 那詳細的時間的話 還要再持續的觀察 我們會把臺風的時機移向跟移速 請問一下 海景發布的海域是整個 哪些海域 這個要視臺風路徑的移動的狀況 不過從今天開始的話 今天晚間 苦門一開始的海上警報區域的話 應該會先從東北部 東南部這邊的海面先開始 那隨著臺風逐步的靠近 海景的區域也會逐步的擴大